很难想象这几艘船只花了四天就制造完毕 打破造州与海洋教育推手大幕老师的有史以来进入 这个课程其实已经在台湾推行了有11年之久的时间 但是很开心的在基隆是第一次执行 那这是骨架蒙皮州的制造方式 那透过一艘船认识制作过程 认识它的骨架的结构跟船的特性 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学员们透过造一艘舟 能够进入海洋跟河流 然后来认识我们的河流跟海洋所需要的一些生态 来找回我们真正属于台湾岛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齐心协力大造一艘船亲身体验 动手制作与团队合作激荡出创意的火花 而过程之后也带人孩子找到学习与生命的方向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从木板然后到整个装装完成 那才会完成有成就感 好玩啊 因为涂舍的时候很疗愉 艳书鸭 能够学到有团体合作的这个经验 因为呢从舞到有 然后从零开始慢慢的发想做起 然后在大木老师的指导下 每个人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个造舟的一个活动 让这艘船 让我们平安的出航 好 准备来敲 敲先敲先敲 先敲 用力敲 慢慢敲船头 敲船 跑船到 下水的前一刻参与的海大 各国小国中高中老师 及各年级的学生 共同敲船头 撒汤果 见证新船下水时刻 这次感谢台湾海洋教育中心 提供港系国小及海洋团 造舟的机会 让我们孩子从小小的船造船师 一直到这一世的造舟 整个课程呢 让孩子能够学会团队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去划船 我以前也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今天是第一次 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兴奋 很好啊 碰到孩子的时候觉得很凉 前面两天 师生们逐步完成舟身 赋予船骨身体后 接下来第三天要注入想象的灵魂 有的将造船过程录画 也有画下对海洋的想象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组的船 一眼就辨识出 港系国小组的小朋友很有创意 台湾意象都在上头 基隆教师海洋团的加上城市logo 而高中教师组 只是将自己的县市或地名校徽画上去 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 实际造舟 然后到自己实际下船体验 这就是一个海洋国家的展现 我们也希望未来小小的水手 也成为优秀的领航员 造舟过程中整合了地科 力学 数学 工艺 美感等跨领域的知识 从一艘小船模型延伸到团队合作 完成真正的独木舟 在2022年的盛夏 向海致敬 留下美好的回忆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